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。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英特尔近日在台北举办2023年度科技论坛。本次Intel Innovation Taipei 2023活动的主题为《人工智慧无处不在》。 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上台亲自演讲。台下齐聚红旗董事长陈俊胜、广达副董事长梁次振、云达总经理杨其令、英叶达总经理蔡志安、维营董事长洪利明等供应链大厂高管。 基辛格除了带来以AI无所不在,西经济时代来临为主题的演讲外,也分享了技术节点进展、中东局势影响、拓展晶圆代工业务、不如预期的原因等热点话题。 基辛格表示,现阶段面临产业的转折点,进入AI时代的新革命,他们的生活处处都数字化,因此将迎接西经济时代的来临。 西经济相关设备在过去5年已经增长5倍,未来10年更会增长15倍。 因此,英特尔致力使AI无所不在,从客户端、中端设备到网络和云端,AI将使各种工作负载存取使用更加容易。 基辛格认为,AIPC是重要发展趋势,并有许多创新应用。 他强调,通过与OEM、独立软体供应商、独立开发商合作,AIPC将彻底颠覆使用者体验,让使用者在工作、娱乐上都可以使用。 英特尔提供Developer Cloud开发环境,让开发者部署、AI及高效能运算等相关应用的解决方案。 当谈到IOM阵营的竞争,基辛格说,IOM逾期8年前即计划抢进个人电脑市场,可是个人电脑市场并无太大变化。 目前情况与过去一样,乐见许多好企业抢进AIPC领域扩大市场规模。 而英特尔将会提供最好产品,在AIPC市场胜出,预期两年内将抢先出货超过1亿台。 广大梁次镇在会后接受媒体询问时表示,AIPC是很有实力,powerful的产品,但现阶段谈出货还为时尚早,还不清楚何时能够出货放量。 他看好AIPC对市场带来的正面效益,能够带动PC产业景气回升。 基辛格在谈及英特尔技术节点进展时表示,许多人当初听到英特尔4年5制程计划时,都觉得他们疯了。 不过他强调,目前计划进行至今两年半,英特尔可以如期完成。 基辛格进一步指出,Intel 7制程技术已大量生产,Intel 4制程已已经量产,Intel 3制程准备开始量产,Intel 20A制程将如期于2024年量产,Intel 18A制程将是五代制程目标的终极制程,以确定相关设计规则将于明年下半年量产。 他认为,计划达成后,摩尔定律的终点将继续延伸。 不过,Intel竞争对手AMD一位高管认为,Intel晶圆代工业务不会成功。 AMD负责战略合作伙伴的执行副总裁兼EMEA大局总裁Daren Grasby暗示, Intel对成为其他公司的合同晶片制造商的新热情,是其FS代工服务战略的关键部分。 这与成功的现代晶片设计公司的本质背道而驰。 尽管对手对于Intel代工晶片不看好,但基辛格提到,目前正进入小晶片时代,3D封装发展趋势成型, UCIE联盟已有超过120家企业参与,整合台积电增强版三代米制程,N3E推出测试小晶片。 近日,Intel公布的财报显示,该公司第三季度营收142亿美元,同比下降8%, 第三季度每股收益为0.07美元,非GAP每股收益为0.41美元。 预计第四季度营业收入为146亿至156亿美元,归属于Intel的每股收益为0.23美元,归属于Intel的非GAP每股收益为0.44美元。 基辛格表示,他们在第三季度取得了出色的业绩,他们在流程和产品路线图方面的全面进展,与新的代工客户达成的协议, 以及他们将人工智慧带到世界各地的势头都凸显了这一点。 通过不懈地推进他们的战略,重建他们的执行引擎,以及兑现他们对客户的承诺,他们将继续在IDM2.0转型方面取得有意义的进展。 至于摩尔定律是不是到尽头,基辛格说没有。 他手拿英特尔开发的玻璃机板表示,这可以将光学直接用在机板上,将是Intel 18i制程之后的产品,未来还有很酷的发展,才刚起步。 英特尔将会不断推出新产品,带动产业生态链发展。 对于中东局势影响,基辛格回应称,当地所有晶圆厂保持正常进度交付产品,希望中东地区能够早日恢复和平。 英特尔是第一个到以色列投资的大型科技厂,明年投资以色列将满50年,保持密切关系。 当地团队有无与伦比的执行力和韧性,所有晶圆厂都保持正常进度交付产品。 针对以色列与设计团队间的合作情况,基辛格表示,两团队在合作方面有进步,但可以更进步。 此前,英特尔在回应中东局势时称,正密切关注以色列局势,并采取措施、保护与支援员工。 群役投顾认为,以色列境内最大半导体厂商为英特尔,现在要观察冲突是否会扩大至其他区域及持续时间。 若冲突扩大,英特尔将为最先受影响的半导体大厂。 现在半导体生产中心以亚洲为主,因此整个半导体业的生产受影响不大。 基辛格指出,英特尔过去拓展晶圆代工业务不如预期,输在太傲慢。 但英特尔以吸取错误,重拾纪律并调整以客户为导向。 相信,以现在多元化技术服务和技术创新,将可为英特尔的晶圆代工服务带来更多的客户。 基辛格称,英特尔长期以来一直以业界领导公司自居,所以争取晶圆代工业务,有很多人认为英特尔太傲慢了。 他接手后,重新打造企业文化,延续过去英特尔共同创始人之一。 同时,也是前执行长安迪·格洛夫重视纪律,重视技术开发的企业文化,在导入以客户为导户的行为,已经有很大的改变。 基辛格表示,尤其英特尔擅长的先进封装,可协助很多开发AI晶片公司开发效能很好的产品。 英特尔释放先进封装平台,给AI晶片厂商采用,以获得很多厂商掌声并导入,预料在未来二到三季即可看到成果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库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